剛在社會甲組籃球聯賽 完成三連霸的紅雅國際 上個月正式向籃協提出申請 希望能加入SBO 超級籃球聯賽 未來是否出現新隊伍受到關注 籃協秘書長黎一中表示 將在球季結束後的領隊會議進行討論 和現有七隊共同決定 紅雅國際曾培養出選秀榜眼銷生意 攤花呂冠廷和射手于幻雅等新生代好手 而且其實除了紅雅 一手大學教練謝玉娟 也希望未來能成立屬於高雄人的SBO球隊 籃協認為若有球隊想加入 必須具備一定實力 目前多數國內頂尖球星出走旅外 SBO未來如果再增加球隊 是否會稀釋各隊的競爭和關注度呢 不是在球隊多寡 運動員的在舞台上 球場上怎麼展現他的雄心 我覺得這是比較大的關鍵 UBA畢業的加上現在的球團裡面 其實沒有能夠上場的球員 如果說分配到八個隊 九個隊 我覺得對精彩度來講並不會差太多了 目前來說的話 七支球隊他們這方面的 就是實力方面還有一些落差 如果說後方的七支球隊先把這個戰力 弄得精彩度更高的話 這個是當務之急嘛 那第八隊或許就沒有那麼急 究竟紅亞國際 夏季能不能成功出現在SBO舞台 就等球季結束後的領隊會議見真章 未來體育新聞採訪報導